如何用魔音工坊的机器配音 快速做出一个影视解说视频 魔音工坊是国内影视解说博主 最常用的机器配音软件 可以说它撑起了 国内影视解说的半壁江山 先给大家听几个它的声音 这个 它是这家酒吧的老宝 手上有很多美女为它拉声音 这个 侍从表示 皇帝吃完甜点就要见主厨 塔莎担心主厨会因此受到惩罚 还有这个 人类文明的存在 对于地球来说只是眨眼间的时间 有没有很熟悉 我们再看一下这些声音的数据 比如这个叫魔云稀的 用它配音的视频播放量有将近900亿 然后是这个摩天伦有600多亿 摩小杰500多亿 彩彩100亿 魔玲珑100亿 有没有一种发现了自媒体财富密码的感觉 下面我就手把手给大家演示下 如何用魔音工坊的机器配音 快速做出一个影视解说视频 它有网页版手机APP和小程序 我这用网页版来给大家演示 先登录魔音工坊的网站 在上边这点软件配音 点左上角新建作品 粘贴你的解说文案 然后在右边这选择你想要的声音 可以根据性别应用场景进行筛选 它现在有500多种声音可以选 我们先试听几个 先来几个男生的 原来这里关着女孩唯一的情人 他便是女孩的父亲 这个小女孩每天都会迟到5分钟 老师决定去见她的家长 再听听女生的 这个小女孩每天都会迟到5分钟 老师决定去见她的家长 但她却把老师带到了金玉 老师傻眼了 都还不错吧 我们继续完成解说文案的配音 我这儿用这个叫摩云锡的声音 在这儿可以调节语速和语调 我先用默认的 选好声音后 可以先试听 原来这里关着女孩唯一的情人 他便是女孩的父亲 如果不满意 可以在上边这儿调细节 比如停顿 多音字等等 直到满意为止 调节好之后 直接点配音合成声音 再下载MP3格式保存就可以了 我们来听一下效果 这个小女孩每天都会迟到5分钟 老师决定去见她的家长 还可以吧 接下来只要在任意剪辑软件里 匹配上电影画面 再加上背景音乐 一个完整的影视解说视频就做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小女孩每天都会迟到5分钟 老师决定去见她的家长 但她却把老师带到了监狱 有没有很熟悉的味道 好了 用魔音工坊的机器配音 制作影视解说视频的教程 就演示完了 这是我机器配音系列视频的第二期 想要了解更多机器配音 或语音合成软件的信息 可以翻看一下我前面的视频 或者关注后续视频的更新 最后温馨提示下 魔音工坊需要付费使用 但她家VIP账号在某鱼 可以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 我这不便多说 你懂的 OK 这期魔音工坊机器配音的分享 到这就结束了 好东西别忘了分享 跟你身边想做影视解说博主的朋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